如果你感觉自己身上没有能量了 觉得做什么都没有心境 那我今天一定要给你们分享几个 提高自己能量的小事 很简单 你一听就会做 第一 就是做一点不用费老子思考的事情 比如洗马桶 拖地 洗个热水澡 或者清理一些扔啊 一些自己不常用的东西 收拾干净一个台面 我经常就做这个事情 特别是拖地 所以当你觉得能量低的时候 去做一个不费老子的事情 你真的能很快得到一些正向的反馈的事情 就会让你提升信心 那第二就是出去走走 也不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 可以是小区里 也可以是附近的公园 我在前段时间看书的时候 里面讲到爱因斯坦 他在一筹莫展的时候 就很喜欢让自己走到大自然里面去 这是一个小树林 然后这是在普林斯顿大学里面 普林斯顿大学里面呢 真的还特意为他留了一片小树林 他说 他不只是去透透气 他只有进入奇妙的这种大自然 他才会有更好的放松的状态 那第三就是做一些适度的发泄 比如说打枕头 打拳击 打球 也可以尝试让自己哭出来 或者去KTV唱歌 诶 可罗说一下 我们今天下午就要去唱歌 所以记好了 人之所以能量低 人之所以能量低 一是因为你之前消耗了太多了 二是因为你的负面情绪堵住了 能量没有办法流动起来 这个时候去做一些发泄情绪的事情 很多人倾诉过后或者哭过 或者唱过以后 真的就会舒服很多 那舒服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记好了 在能量低的时候就适当的休息 不要硬撑着 该发泄发泄 该休息休息 只有这样你才会有下一次的高峰